今天我又是章鱼奶爸了 亲爱的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 孩子们在隔壁房间玩了 哇这个店完成 我们好久没有来约会了对吧 怎么不高兴啊 哎呦原来是想要礼物啊 这还不简单吗 看老公的 嘿嘿大力士 你看我直接就拿到了一个礼物 这个小鱼你喜欢吧 给你 啊一个还不够啊 不够也没关系 我继续帮你去挣嘛 嘿嘿玩其他的 我再帮你拿到奖品 年轻的时候你不是最爱 我们去店完成约会 然后拿这些奖品了吗 你都可开心了呢 嘿嘿 不过唯一变的就是 你年轻的时候 一两个礼物就满足了 你现在我感觉好像有点 呃有点贪心啊 嘿嘿 但是别关系 我都可以满足你的嘛 看这个小青蛙 多适合我们的这个颜色 呃原谅色倒是不是很适合 但是你喜欢就好啊 看这个 嘿看我的力气有多大 哦又得一个礼物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奖紧 嗯 感觉这个颜色奇奇怪怪的 好了来到我的强项了 我的强项就是抓娃娃 哎 抓一只小恐龙给你 这个抓娃娃机 你看他这个抓的 那个爪子还有点可爱 是一个鳄鱼的嘴巴 这鳄鱼的嘴巴 去抓小恐龙 呃想起来有点违和呢 嘿嘿 可我一下子就抓到了吧 我果然是抓娃娃机的高手 呃 要不要给儿子女儿抓一个呢 呃算了算了 毕竟今天是陪老婆玩嘛 不然一会儿他又生气了 嘿 哇这又是个什么新型玩具 哦我不能让它掉下来 嘿嘿看我的章鱼手 嘿嘿嘿 看我急扫就把扫开了 这难得了我 这我能输的吗 这简直是输了 犹如我的尊严是吧 嘿嘿嘿嘿嘿嘿 呃这次掉船是只小羊 老婆你肯定喜欢 你最爱小羊了 那点小羊对吗 哦这个我们是拉着这个乌龟的喷头 哦来喷这些球 应该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喷得越多越好 回回回回回回回 看我转转转 疯狂的转 这个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好操控的 嘿嘿 反正就乱喷就对了吧 嘿莫名其妙 哎就得到了 是只和那个喷头一样的小乌龟 哇这个游的场上的太好玩了吧 我简直是玩开心了 这个篮球不就是年轻时候我的梦吗 我的篮球小子梦 嘿嘿 呃我可能年轻的时候 后来不打篮球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不是很适合 哎这个桌上的冰火 我要和这个男人一下高低 嘿嘿看我的厉害 呃我的那个怎么被甩出去了 呃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打地鼠才是我的强项吗 这个是呃打地鱼 这还地鱼 对吧 会会会会会会会 谁都别想起来 都给我趴下 哦就得一个礼物 老婆给你 呵呵 好啊 老婆说 他只要最后一个礼物就可以了 那我就一展当年雄风了呀 我要正儿八经给你打一个礼物下来 拿这些小咸鱼 打他们的咸鱼罐头 嘿 不过听起来有点残忍哈 咸鱼打咸鱼罐头 就是没有关系 只要不是章鱼罐头 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 嘿 呃打中了 老婆看我还是风采不见当年吧 给你 啊 这后面 怎么 水箱漏了 哦 no 我老婆说他手疼不出来 呃 好不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内去看一看吧 谁叫我的正义感是那么的强呢 哎 看简单吧 就堵住了 哦 no 哦 怎么完全爆了 天呐 呃 我要照动把他们堵起来 哎 这些小乌龟就堵上了 哎 旁边又冒两个洞 没关系嘛 就可以拿这些炸出来的这些小鱼小动物 海底植物把这些洞给堵上就好了呀 哦 我怎么感觉这个水有点淹我呢 我有点出不了气了 我会不会被淹死啊 嗯 哦 哦 对对对 我忘了 我是章鱼 我本来就是生活在海底的呀 在水里面的 怎么会被淹死呢 哎 自己多心了 多心了 老婆不要担心我 我没事 啊 我潜水能力可好了 我憋得住气 不过我还是要赶快把它堵上 别能让这些人类发现我是这章鱼啊 不然一般人 谁能在水里憋那么久呢 嘿 八更告成了 哎 我真是太优秀了 好了老婆 我们今天善事也做好了 我们回家吧